高雄市的水果 它会产生最大的仓储跟物流业 它要有年轻人回来做IT的产业跟电脑的产业 跟宅配 那所以我想在这里 如果当我们的修法 还要很长的一段距离 那高雄市的党团其实要建议是这样 你可以登高一湖 让中央完全正式的在税收上 我们可以来参考 是不是让全台湾各自的乡镇 我们也来努力 我们也来努力 有我们自己税收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在财税部分的建议 我换称官方议员 谢谢总长 另外一个议题我想是这样 就是在我们上次 国民党在抨击我们 抨击我们在高雄市去年度的登革日的疫情的时候 那我当初就跟我们不仅是高雄市民报告也好 登革日是不是一个单一城市的问题 而是一个国家级应该要从研究单位到地方防治 这两个双重的这样的一个防治才有办法解决登革的问题 巴西他们未来要办奥运 可是六十五万这么多的案例 让大家果足不全 甚至我们今年想要去那边考察 也觉得非常的 没有办法过去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观光会 那个整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的去年度也跟我们的市府来做一个建议 我们应该要设立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单位 那我想中央应该是听到了 今年我们完全执政市长 我们应该是从 虽然是国家的研究单位 但是也不要忽略到 他还没有研究这样的一个定案 什么叫研究定案 疫苗 我讲疫苗就好了 如果疫苗 他还没有完整 说还没研究完毕 其实登革还是事无忌惮在我们南部里面盛行 所以我非常感谢 其实像我们曾经的副市长 我在这里一定要非常的赞赏他 因为从很多整合单位 民政单位环保局 从所有学校教育局很彻底来执行 但是我想去年这样的失控 或者后来那么多的案例 我觉得也非常的惊讶 不过 既然有这样的去年这样的经历 我们从国家级的研究中 今年如果设立之后 市长我们一样不要忽略到 我们今年基层的房子 我要跟市长报告一件事情是 我们所有基层的房子人员 他因为他不是约聘的 他中间有中断了好几个 应该是两个月 局长应该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基层房子里面 如果这样的经会里面 这个应该要很落实的编类 第一点 第二个 我想我支持陈金德副市长 在每一个里里面设置一个志工单位 这样的志工单位 他是有必要来做这样 事务这样去做鼓励 很落实的实施 所以我们很高兴 特别来建立我们市长 未来的房子登革的 高雄市是应该来做领头养 应该来做领头养 他应该设立 不管是不是在我们高一也好 或者我们的卫生局里面也好 我相信应该要大家携手来合作 中央这个国家局单位 落实这个研究 但是因为在研究 没有那么这样的有成果之前 我想我们地方的房子 还是相当需要 所以在这里也具体来建立市长 我们的基层人力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 邻里的这样的一个志工 我相信应该要更落实 在经位上的落实 我在这里跟市长做一个报告 谢谢总招 谢谢我们党团的各位前辈 今天非常多的党团的同志 一起站在这边 其实面对新的520的政府 即将上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党团的立场一直以来 都是希望 与市府一起合作 同心向中央 争取这么长久几十年下来 对于高雄的不公平 今天党团非常多的不同选区的议员 一起站在这边 其实不管是来自哪一个选区 其实我们诉求的议题 都是针对我们全高雄市 我们共同期待的一些议题来做处理 我们觉得 刚刚我们总招有讲 未来的中央的互动的模式 应该是撇除以前 有类似对抗的感觉 应该是用合作 未来的副总统 我们的骑山子弟 未来的行政院长 来自于我们眷村 我相信520之后 是高雄翻转最大的机会 也是契机 我们在1月16号大选那一天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高雄市政府用一个负责的态度 发了一个公开的声明 对于未来的国会 未来的中央 其实我们高雄期待了很多建设 今天我们听到 陈局市长的施政报告里面 其实我们党团也非常用心 针对施政报告里面的内容 去做一些研讨 做一些讨论 然后今天想要提出一些共同的需求 可是因为今天时间的确不太够 而且我们每一位议员 其实对我们 市政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期盼 想要跟市府做更多的探讨 很遗憾的 国民党团 今天还是用 以往的态度 非常多 不死的 在过去大选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我们非常多的同仁 在议司机里面 负责任的咨询的片段 被他们 片段的扭曲 然后放在网路上 去对我们一些的指控 我觉得它是非常遗憾 对于非常多的议题 刚刚也提到 包括 国营事业是否难牵 包括整个环境的争议 包括整个税收的 争议 这些 其实难道国民党团 不能放下成见 跟大家一起好好的 来合作 来跟中央 来跟立法院 这么多 高雄市级 不分党派的立委 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谋求共识 对高雄市民 才是最大的福祉 所以今天 第三次定期大会开始 未来这几天 非常多的部门咨询 会陆陆续续展开 我相信我们民进党的 各位的成员 会用负责任 更严谨的态度 来跟各局处 来针对我们 每一个选区 包括大高雄 整个发展的方向 来做更多的讨论 我想今天 剩这么一点点时间 是不是可以请 市长或是市府团队的首长 针对我们刚刚党团的一些成员 提出了这些议题 来做一些说明跟回应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民进党党团 所有在场的 我们各位优质的议员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对高雄市政府团队很多的支持 首先我要先表达 石化叶蓝签 这个方向立场非常坚定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不是为了 只是税收的问题 我是风险的管理 究竟管理 更重要 紧急应变 如果你的总部在高雄 在紧急应变的时候 我认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效 从我们发生石化爆炸 我们那时候 整个消防局 不管我们相关 要找中油包括管线的负责人 都是非常的困难 让不幸遗憾的事情发生 我说过 这样的一个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所以今天为了我们就近管理 风险的承担 为了我们临时紧急的应变 整个石化叶蓝签 我们跟所有的业界打开双手 愿意跟他们沟通协调 我不认为总部蓝签有那么大的困难 我认为总部蓝签 与高雄市民一起一体同命 大家一起来面对我们石化叶的转型 我们是用积极正面的态度面对 所以我们保持乐观 所以这个部分的态度 我们非常的坚定 从来没有改变 那我们也非常了解所有的市民 包括今天在场每一位议员所代表的名誉 对于到底我们污水下水道的水会 该不该整首国家的下水道化 在整个立华的过程早早就应该要征收 但是我们认为立华应该要更周延 所以在中间有一些也不够周延的部分 现在下水道化 我想可能在这个部分征收的方式 立华县会在修法中 但是我们汇立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 同时它有合理公平的计算公式 不是说刚刚我们有一眼提议 过去是五块钱的 五块钱的不是 一定要有合理公平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是不适合说轻易改为几块几块 那我们我已经指示水利局 是不是可以透过用奖励节水的方式 用节水的程度 依照比例来回馈我们的市民 补助我们市民的污水会 这是用另外一个奖励的方式 目前水利局正在远离这个办法 就是用很正面的方式来做一些奖励 它的作用就刚刚我们李一眼提到 它的结果是一样 但是这样的一个奖励的方式 是一个认为我们认为比较妥视的方法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愿意继续跟所有的党团 大家一起来沟通 那刚刚我们也有一眼提到 好像高雄市政府对于部会立法院栏签 好像没有表达太强烈的意见 那这个部分我能够了解部会栏签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会用 部会栏签 那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 部会在哪里 其实南北高铁只有90分钟 不是距离那么漫长 我们是认为要在许多公共建设上 用台湾整体来考量区域的平衡 国家的发展 我认为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个部分 所以高雄市把所有相关的议题 我们都汇整出来 所以我们跟立法院 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高雄市级的立委 那我们去做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包括劳建保会这个中间有很多的 对高雄的不公平 我们都做了报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在新的政府 即使还没有上任 在一个月上任 那我们的各种立 我们的立法 我们的立法委员 可以跟相关的部会 来做一些沟通协调 我们希望未来高雄市政府 也是一个会沟通的团队 我们透过沟通协调的方式 争取高雄最大的公平跟利益 我想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没有针对部会南签 当时过去我也在中央政府做过 部会南签一页鼠签到高雄 当政党轮替这个一页鼠悄悄的 又把整个一页鼠又签回台北 其实高雄是我们一页的大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 但是这个部分我会认为 我们透过基本公共建设 我来跟 我是跟各位议员表达 我们高雄市政府的看法 现在可能声音很大 各种 当然大家都有一些主观的期待 但是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中央跟地方 现在我们财政都是很困难 中央跟地方财政困难的时候 很多创新的思考 很多我们可能增加税收 可能对鼓励人民纳税 刚刚我们周林文议员提到 像完备政府的故乡税等等 这个部分都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今天我们的行政院未来的新的院长 他本身就是在这个部分的专业 他一定必须要带领整体的台湾社会 走出我们财政的困境 所以怎么样子把饼做大 怎么样子适度的提高 所夺税 沿你我们作为财化化分配的税款 现在到底百分之六 要不要提高到百分之十等等 我会认为中央很快会跟地方 不分党派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所以这个部分刚刚故乡税 这个可以严厉 那我们一定会努力 在这个部分来表达我们的意见 那另外我想有关于登革热的部分 登革热国内来登革热研究 研究中心国家级的 那我们高雄市强力的表达 高雄是一个热带的地方 热带疾病的研究中心 当然是放在高雄 那赖清德市长 是我们高雄的兄弟姐妹市 那我们不愿意在这个部分 好像变成是一个 好像兄弟在相争 我会认为这个部分 应该用专业上来做考量 高雄市的登革热 几十年 二十几年来 都是我们高雄在这个部分的问题 我们认为 国家级热带疾病 登革热的研究中心放在高雄 我想这个部分从专业理性来思考 应该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继续跟中央表达 我们的看法 我们登革热今年 去年一整年 陈副市长所领导 登革热 相关局处的团队 那我可以跟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 我们包括基层 环保局基层的人员 各个区公所的区长 跟相关的同仁 我是看了都非常的不舍 每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一整年没有登革热的疫情 一天如果这个部分 没有改善 他们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那今年我们也改变了一些 我们登革热的方式 那我们也跟中央争取 基层的诊所快筛 30分钟的快筛 这个部分也得到中央的支持 那我想新的黄局长 他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相信他会用他的专业 包括热情 跟原来登革热的团队 那我们在登革热疫情 现阶段就开始在黄制 我们一定会更努力 我们一点都不敢倾服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所有的议员对市府的团队有很高的期待 我也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来再一次的表达 那我们市府的团队 我们的任期还剩下不到三年 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建设 我们都在快马加鞭 我认为这是我对高雄的责任 我希望把我该做应该做的 我任内应该做的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团队 都有责任来把它完成 所以我们很多的建设 我们都在努力 都在催促中 品质如起如止 这个部分 那我也跟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再一次的表达 把我们对高雄的热爱责任 那不管我们有没有团队到中央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让高雄 有欢转的机会 高雄一定要改变 一定要改变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大家 对整体团队的支持 我相信现在选举已经过去了 那我会认为我们都大家共同来面对 高雄发展的问题 只有这个城市来发展 所有不分党派 我们的市民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希望大家抛弃 整个选举期间的对立 大家重新用新的态度 来面对台湾新的情势 我们尊重民意 让高雄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市长 谢谢民进党团的联合咨询 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 下午三点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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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午三点继续开会